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布林肯在布里金斯基学会参加美国外邀政策对话的时候发表讲话 说中国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十年里边想成为领导国家 主导国际体系 美国不同意 因此要激烈的竞争 说主要是确保美国是有效塑造未来的国家 注意它是要塑造未来 现在这个霸权是美国塑造的 它要塑造未来 重新塑造一个未来 不过我们注意到美中关系复杂的 我们必须能够在不同领域中采取行动 竞争较量合作 你看这个关键词 行动竞争较量还有合作 没有作战 没有作战 咱们要注意美国人不敢打 现在可以确定就不敢打 这叫行动竞争较量 还有合作 注意有合作 就是它离不开中国 不会脱钩 对布林肯对中美关系的言论 明显其实布林肯是在颠倒黑白 就是对中国到达一把 当今的中美关系而言 完全是美国在维护它霸权地位 它主要是害怕自己的 所以我上期讲 它叫苟延残闯 这个霸权就在苟延残闯 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的现在霸权 如果你要是说你的霸权 现在是成功的 或者说你是很稳定的 你干嘛要改变 或重新塑造 证明你已经意识到了 你的霸权不稳定了 这是变相的 你承认你的霸权已经松动了 另外对对手打压 你可以看之前的100年 美国是对所有对手进行打压 什么德国日本苏联 他从没有放弃过美国霸权 所以中国的经济崛起 美国人现在这个想法越来越 我觉得越来越 它实际是越来越紧张 这个想法越来越上头的原因就是紧张 布林肯公开的这种表态 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积极面 就是还要合作 就是至少在这个 川普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但是至少在拜登这个逻辑里边 有些项目一定要合作 你看那个咱们讲过 稀土它必须要合作 这种激烈竞争 咱们说是未来塑造 就是它要通过竞争来塑造 未来的国际格局的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 就是这种竞争未来会非常复杂 可能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显然布林肯看来 中美关系 这个原因在于中美 有不同的世界愿景 这也不奇怪 中国要推动这个世界都一化 包括这个互利公营 对吧 而美国应该是搞单级 中国人目标是让中国的老百姓 能过上好日子 美国 美国是什么呢 美国是让它这个统治阶级 过上好日子 那我们接下来要梳理一下 如果中国超越美国 会发生什么 咱们看看它这个紧张 为什么 其实现在从18年发动中国的贸易战开始 已经将近六年了 咱们说这六年当中 美国人非但没压制 反而 这个好像被中国 给这个抢了风头 现在目前看 这段时间里边世界 发生这个 咱们见证多少次历史 实际中国的电动车 对吧 一下子就超越了全世界 以前好像是不可能超越的 这些欧洲 美国 包括新能源 人工智能 这都是美国这六年当中 它之前没想过的 美国无法对中国高科技封锁 假如说没法封锁的话 中美经济脱钩 显然不出有效的功效 美国企业压制中国的发展图谋 就没法得胜 美国无法压制中国 未来只能同中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竞争 对吧 在目前情况下 美国带来一些盟友 跟中国进行脱钩 它也持续不了多少年 对华的这种半封锁状态 最终是因为它无法坚持 最终是一定会走向边缘化 美国的盟国跟美国一起 对中国经济封锁 首先 在某个时间节点 可能一定会崩溃 咱们说一定会崩溃 没有可能性 就是一定会崩溃的 这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中国的芯片 突破了7纳米 咱们能确定这个时间节点 就是美国的盟友 一定会跟他 就开始崩了 突破7纳米 奔着5纳米 以下的工艺制程 这个时间节点 咱们只要哪天发现新闻 突然有这个新闻了 你知道美国盟友肯定要把美国甩了 终于迹象表明 中国的华为 你看这个Mate60 Pro 之后 对吧 是20年8月下旬吧 之后 这个阿斯麦公司 就增强了对中国销售 这个DUV光刻机的意愿 看到了 中国芯片技术如果突破 那就是基本上美国的芯片就完了 自从这个1978年改革以来 低端产业 不算 就每当中国在某一产业技术追赶上来以后 据说从没有败过 就没有失败过 中国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大陆在某项高端产业 有自己的相关的技术积累以后 应该在这个产业会立刻成为世界霸主 这就是中国的能力 就是没败过 我在这个技术掌握以后 这个技术基本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就是世界了 就这意思 甚至是等于是统治地位了 真是这样 你可以算一下 七八年低端产业不算 所有中高端 你可以看 中国只要上来 技术突破以后只要上来 基本就是在这行业统治 举个例子吧 太阳能 新能源 风能 电动车 电池 造船 全是这个 可能这个原因需要再探讨 但不是这一期咱们谈的 这里边 你看这个芯片不也一样吗 芯片也是个道理 但是不知道每日 包括什么阿斯麦 他们能不能感觉到这个事 咱们说这个很新门 美国日本韩国 他们两国的造船业 现在是份额 对吧 你可以看 很简单 就中国造船业崛起以后 他们迅速下降 中国芯片逐渐国产化以后 美国人会受巨大影响 首先第一个影响就是 美国芯片设计商 没法对中国销售 对吧 没法销售损失中国市场 那就没法迭代 失去中国市场以后 这些利润股价就折了 利润就没了 还有就是 美国金融操作 就没法再操作了 既然你都卖不了中国了 中国也不买你的 你怎么操作 金融影响 还有日本韩国一样 美国芯片产业 也面临中国竞争了 你能够卖给 比如欧洲 卖给中东 对吧 我也中国也能卖 你是7纳米 5纳米 我也能卖 咱们讲的台湾就完了 咱们中国是 是吧 不光是武统 连这个产业也收回的 这个时候美国很可能 祭出本土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这个阶段贸易保护主义 就没有18年那么有利了 这时候美国叫闭关锁国 不能叫对中国的进行贸易战 它叫闭关锁国了 咱们理解闭关锁什么意思 它没法竞争了 就完全是和日本韩国一样了 彻底就失去外国市场了 所以你可以想 它未来美国什么样 美元货币 也就是没法保持世界货币地缘 锁国状态 你怎么保持世界主要货币地缘 所以中国和金融国 我下一期会谈 邢明去哈斯坦 这非常重要一个信息 那等于是 你锁国之后 你的美元就只能在北美流了 谁还要你的 所以中国和一代陆国家 就开始自己的循环了 我们为什么要了一个美洲大陆货币 在我们欧亚大陆循环呢 所以那一天是一定会到来 还有一个影响就是 美国不再能够对中国芯片封锁的情况下 美国对中国科技封锁 就崩盘了 芯片是唯一 咱们说一个比较能够发力的点 其他地方都更完了 那就是这种负面冲击啊 可能是一个心理阴影 这个时候一定 我觉得所有人都会认同 美国不再是世界第一科技强国 对吧 那这个时候中国科技 就合于美国分厅抗力了 美国人其实啊 他这个科技当世界霸主 他是什么 他是二人之后才有 也就70年 连蒙古那个统治 统治中原 也九十多年 还没到那个时期呢 他也 之前是欧洲德国 欧洲德国 你看那个 爱因斯坦 他是在德国 以前的这个科技 中心是在德国 是德语 德语 他不是英语 后来是二战之后 德国战败以后 就去了美国了 所以真正的美国人 也没有所谓的科技 统治人类多少年 这个时候 美国科技霸权崩解之后 全球的科技标准 就不再是美国说了算了 所以也没有必要 中国人去学什么 美国理科了 工科了 对吧 说白了 既然他没法封锁中国科技 自然也就没法 对其他国家科技封锁了 中国有高科技 那就说 只要中国具备相关技术 其他国家就没有去求美 我的意思了 说白了 这是个崩盘 也罢 就多名的骨牌 他就是中国不需要求你了 那当然 其他国家也更不需要求你了 这些技术在中国都有 那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些国家 就会和美国人 美洲人越来越远 也罢 美国人就被孤立了 就这意思 不再需要你了 其实这个挺严肃的一个问题 就不再需要你的时候 美洲人 他有什么给世界呢 这个现阶段美国对华封锁 我们现在还不是抛弃美国 但是未来可能真的是 等它崩盘以后 全世界会抛弃美洲了 美洲可能真的是个大农业国了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GP 名义GP 就按美元计算名义GP 超过美国的时刻 只要等美元贬值的时候 那么以购买力计算 中国GP在14年就超越美国了 全球低 17年 有人说17年超的 不管14还17吧 早一超了 百年多来 美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超越的 甚至接近美国经济体 一旦中国的名义GP 按美元计算GDP超过你美国 那么美国在全球的霸权 有一些国家 这些国家就会转变了 至少两条退走路 人家会两头下注 就不可能说压住你美国了 还有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中美发生了冲突 美国无法取胜 这台湾的一半 这个时候 美国 这就布林肯心理心理上算的 都能算出来 他担心什么 美国是第一强权 居然保护不了一个 谁是谁 这时候霸权崩伐了 那你不再是霸权了 不再霸权历史上的帝国 一旦形成这种状态 霸权崩伐以后 全是崩溃 迅速瓦解 过去部分美国 军方人士这种念头 希望一举将中国打掉 这种念头 彻底阻害中国 但是随着中国现在武力 武德也充沛 他也不敢 所以这个梦也碎了 其实已经晚了 所以现在就不敢跟中国打 随着时间推移 中国的名义GP超过美国 可能在30年左右 那么这就意味着拜登 拼了命 应该是要把美国撑 撑到30年 台美国资产价格 现在看就是通胀 这样的话 就算你印钞导致通胀 也在做不息 一定要让美国GP 不被中国超越 否则其实28年左右就超了 26年28年27年就超了 他为什么搞通胀 他得救美国 让美国GP别被 说白我印钱 把美国GP给我吹起来 美国经济数据灌水等等 这都背后有原因的 就是不能让GP被中国超 下面展示实力 然后以此来做最后努力 但是至于5纳米芯片突破 可能要比中国GP超美国要早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三五年内就会超5纳米 这个时候一旦 有了相关技术 美国崩盘 这可能要比美元崩盘要早 所以拜登政府现在如作针针 咱们撇开直接中美冲突以外 其他时间节点可能会发生中美二元体系 中美二元体系 咱们可以计算一下 全球会出现两个超级强国 一个中国一个美国 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 就是你任何自然配置 一定要做好中国和美国两个强国准备 以及应该会有几个其他的小大国 七个小儿 区域联盟等等 这应该就是全球二元 二元世界的序幕 拉开 未来三零年之前 有可能就已经会平行的转向这个世界 那么布林肯讲完以后 也就意味着美国要独霸世界企图 他也知道 他现在想什么 既然我不能独霸这个世界 我能控制哪些 我就赶紧控制 欧洲 日本 冷战后美国一抄 这个格局会打破了 就在未来十年 那中美的二元世界 其实中国秉持的一个是什么 是忽略共鸣 这个世界肯定和美国那个是 二元世界 还有一个世界 美国那个世界 他控制什么 剥削压榨 对吧 他的盟友 那个世界完全不同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可能中国还会保持低调 但是通过事实证明什么 美国人可能获得不了更多人支持了 所以他只能用什么 用恐吓 军事方式 就是说白了 用一种讹诈方式 让你的盟友继续维持 扶持代理人 包括企图对中国进行阻碍 中国的这种低调 其实实际运用上会有一些好处的 中亚 东南亚 中东 拉美 非洲 第三世界 要带动他们发展 这会有好处的 由于中国这个阶段 要推行世界多极化 未来世界格局 就是二元下的多极世界 咱们说中美博弈这么多年 也是不会永远斗下去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终结的 美国一抄独霸的时代 不也就十几年了 之前是美苏 现在也就是美苏 把90年代结束以后 十几年 二十年 在咱们说这几个时间节点之后 世界 或者美国的单级世界 迅速进入二元世界 那二元世界格局 其实所有人都谈新冷战 我觉得不会的 新冷战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就不是苏联 苏联和美国一样是霸权 但是中国可不是 中国是护理鬼 真正的世界 还是美国单极走向 一个中美 两强 加上多极世界 这么个格局 这个格局 未来 尤其是两强 不谈了 那么咱们说地区联盟 包括大国联盟 这种势力 俄罗斯 欧盟 印度 日本 阿拉伯联盟 等等 这些联盟 未来起什么作用 它对这两个超级强国 中国和美国 会起什么作用 这可能是布林肯最关注的 或者说中国也最关注的 这也就是咱们未来关注的点 就我们要从战略高度 来看这问题 我们既然已经非常明确了 这个世界就是两个超级大国 加上一堆的地区联盟 那就很有趣了